一名86岁的老翁因常年卧病在床 近日感到幼儿不舒服求助医师 卷查结果让医师大为吃惊 原来老翁幼儿里头长满了蛆虫 医师花了半个多小时 才把十几只大大小小蛆虫给清除完毕 这些白白的在蠕动的全部都是循环 医师拿着当初治疗时的影片 说明当时老奶奶就医的情况 台东一名86岁常年卧病在床的老奶奶 因为感觉到幼儿不适 到医院就医 医生检查后发现 在他的耳朵里竟然有许多虫子不断蠕动 医师立即进行治疗 经过引导管的抽取后 顺利将耳道的十几只蛆虫全部清除 而且每只蛆虫大约有0.3至0.5公分长 耳朵旁边这边的话 就是有一些干掉的血的痕迹 然后打开耳朵一看的话 就发现说里面都是满满白色的蛆 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大大小小都有 而且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用一些药水或者是油去把它杀死 因为里面都有本性把整个耳道都沾满了 对 那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我就只好就是拿一些就是吸引管 然后去把里面的 去把他的蛆就是蛆除干净 然后仔细看说他里面 例如说耳道 或者是说骨头 或者是说他的耳膜的部分 有没有受到影响有没有破洞 结果好在的是这个奶奶就是她 单纯就是蛆长在外耳道 但是没有看到说他有把骨头吃穿 或者是说有把耳膜吃破的一个状况 所幸老奶奶在进行完疗程之后并无大碍 而医生也表示 预防苍蝇进入耳朵 第一就是要保持身体的清洁 包含耳朵的部分 再来就是保持干净的生活环境 减少吸引苍蝇的诱因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一旦发现耳朵有不舒服的现象 一定要立即就医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导